每年8到11分是我们辣椒经纪人最忙的时候 这段时间新辣椒大量上市 要忙收购 烘干 粗手 从90年到现在 我做这个行李都将近30年了 辣椒市场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辣椒市场经过了几十半天 从原来的露天交易 变成了现在的中规辣椒村 我们已从原来的流动人口 变成了现在的常驻人口 我一年要交易上百等左右干辣椒 全国国地独有 主要往贵阳 重庆 成都这些地方卖 我们这些年 辣椒产业的发展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像我们合作时 现在建的六条烘干线 政府就补贴了几百万 每年辣椒会开的时候 以后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商机 我也算是经历了那个辣椒产业 在辣椒从小做大的一个过程 令让我们辣椒 走向全国甚至说全世界 我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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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